嗨 皆さん こんにちは のわいです 这一次我们要学的是 どこ どこ 就是中文的哪里 这个我想大家有学过吗 比如说最简单的 什么 厕所在哪里 但是呢 有很多的用法 像 哪里都可以哦 或者 坐在哪里 或者 我们 约在哪里 等等 生活中常用到的 稍微就是用法不一样 所以我们这一次 看一下 就是最常用的用法 然后 后面看一下 比较複雜一点的用法 OK 好 那从第一个开始看一下 第一个 厕所在哪里 这个没问题哦 トイレはどこですか トイレはどこですか 那如果是朋友 比较关系亲的话 トイレどこ 这样就好了 OK 好 那看第二个 你要去哪里 你要去哪里 どこへ 行くんですか どこへ 行くんですか 那如果 如果朋友的话 どこ行くの どこ行くの 这样就好 OK 好 那看第三个 要不要出去 要不要出去 我约会朋友 明天要不要出去 怎么说呢 どこか行きませんか どこか行きませんか 好 所以这个 どこか的 か 是 就是有一点 不确定 还没有确定 要去哪里 但是某个地方 どこか 行きませんか 那种感觉 好 那如果 如果朋友的话 どこ 哪里 要去哪里 明天要不要出去 那种意思 OK 我看第四个 你从哪里来的 从哪里 怎么说呢 どこから 来たんですか どこから 来たんですか 如果朋友 どこから 来たの どこから 来たの 如果是 从日本 日本から 来ました 这样就好 OK 好 我看第五个 你要到哪里 去 这个呢 搭机车车的时候 司机会 问我们 你要到哪里 去 用日文 どこまで 行きますか どこまで 行きますか 那如果 要到 东京车站 東京駅 まで お願いします 这样就好了 OK 好 接着看 第六个 我们 约在哪里 就是我们 要在哪里 见面呢 这种情况 どこに しますか どこに しますか 或者 朋友 どこに する どこに する 我们 要在哪里 那种 意思 那当然 也可以说 どこで ありますか どこで ありますか どこで 合う どこで 合う 都 可以 OK 好 那看第七个 我们 坐在 哪里 可能 到餐厅 很多位置 我们 坐在 哪里 どこに 座りますか どこに 座りますか 这个 你 要注意 要注意 如果是 朋友的话 どこ 座る どこ 座る 这个 你 也是通常 会省略 掉 OK 好 那看 第八个 我们 在哪里 是在某一个地方 做一些 行为 好 DJ 有一点 复杂 所以 这个 我找机会 再详细的 解说 OK 好 那接着 看一下第八个 第九个 哪里 都可以 哪里 都 OK どこ でも いい です よ どこ でも いい です よ 朋友 どこ でも いい よ どこ でも いい よ 这样 OK 这也很好 可以背 起来 那第十个 我应该 要去 哪里 呢 可能 就是 讲电话 我明天 我应该 要去 哪里 呢 どこ へ 行 たら いい ですか どこ へ 行 たら いい ですか 反用的话 どこ 行 たら いい どこ 行 たら いい 也可以 说 どこ へ 行け ば いい ですか どこ へ 行け ば いい ですか どこ 行け ば いい ただ 行け ば 两个 都是 条件 的 意思 所以 两个 都 可以 用 OK 吗 到这边 OK 吗 都 很好 用 所以 我觉得 可以 背 起来 那接着 看一下 稍微 复杂 的 句子 第一个 因为 感冒 哪里 都 不能 去 哪里 都 不能 怎么说呢 風 で どこ へ も 行け ません 風 で どこ へ も 行け ません 所以 哪里 都 不能 去 どこ へ も 行 ません 好 看 第二个 在日本 最喜欢 哪里 在日本当中 你最喜欢 哪里 日本 で どこ が 一番 好き ですか 日本 で どこ が 一番 好き ですか OK 好 那看 第三个 包包在 哪里 这个简单 カバン カバン どこ ですか カバン は どこ ですか 这样 也可以 但 也可以 说 カバン は どこ に あります か 要 注意 用 あります 的时候 这个主語 的东西 是 无生命 カバン 就是没有 心脏 不是动物 所以 可以用 あります 接着看第四个 猫 在 哪里 猫 は どこ ですか 猫 は どこ ですか 或者 猫 は どこ に います か 猫 は どこ に います か 所以 用 います 的时候 是 主語 一定要 有 生命 猫 就是 有 生命 所以 一定要 用 います 其实 现在 猫 在 这边 睡觉 OK 接着看 第五个 你跟他 在哪里 认识的 你跟他是 在哪里 认识的 怎么说呢 彼とは どこで 知り合いましたか 彼とは どこで 知り合いましたか 这个句子 也很好用嘛 你跟 老公 是 哪里 认识的 或者 你跟 男朋友 是 在哪里 认识的 都可以用 这个句 好 看第六个 因为 假日 所以 哪里 多 人 山 人 海 因为 假日 人 太多 怎么说呢 休日 なので どこも 人 一杯 休日 なので どこも 人 で 一杯 です OK 那 接着看一下 第七个 你有没有想去的地方 你有没有想去的地方 どこか どこか行きたいとこが ありますか どこか行きたいとこが ありますか 那 如果是朋友 どこか行きたいとこ ある あります 改善 ある 也是 可以 如何呢 どこ 也是 就是身后中 常用到的东西 所以 常看到的那些 一定 要背起来 然后大家 也尽量 自己照去看看 这样就是进步 也比较快 好 那 最后讲一件事情 如果大家 对这个影片 有什么意见 请留言给我 或者请教我 让你好友 问我问题 那 大家觉得这个影片 不错的话 请帮我按赞 或者订阅 我的频道 好 那 如果 对我的YOTA的 线上课程 有兴趣的话 请看 YouTube的说明欄那边 好 那 今天的课 到这边 拜拜 好快哟 欢迎早安